接着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花莲救护能量在提升 深耕台湾31年的 SUN流通集团连续第7年 捐赠了救护车给全台的消防局 而今年由花莲市长 魏嘉贤前线 捐赠了价值近340万元的 救护车给花莲县消防局 第一大队的美轮分队 由消防局长林文睿代表受证 并且感谢集团董事长 在添一桩台日友好的美式 台日友好在添一桩美式 深耕台湾31年的SUN流通集团 今年在花莲市长魏嘉贤的牵线下 在第7年捐赠救护车 给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美轮分队 29日下午举办捐赠仪式 包含SUN流通集团董事长阿南孝思 台湾产经公司董事长力导亨悦 台湾产建公司董事长靖藤凡光 以及市长魏嘉贤都出席与会 现在是因为疫情的状况 是很难的事情 是很难的事情 特别是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 各位的救护 会相当的严峻的 これくれもご身体 十分気を付けて ますますのご活躍と 発展をそこより 圧力しております 也希望我們的救難醫生都可以平常注意到自己的身體 然後换回自己的長處 然後更加的在救護的範圍領域當中可以换回您的技術 我們光之精靈到現在就已經24輪 這是應對我們第一次的技術 我們高精靈的器材8% 我們高超級健康員的技術把他救療 我們最快的速度是我們接觸到那個病患 然後送到醫院把血管打紅37分鐘 但是基本上MT世界標90分鐘兩內 所以說這幾年的進步是大家有的功能 但是這些進步真的就是要推動 我們社會國際對我們的事情 要不然像我們整合通和機場這樣堅持的設備 我們要代表華連線三雙萬 鄉親來表述感謝 以及保持財產能量 也感謝市場經濟的支持 感謝大家 謝謝 那公司希望說把健康能夠送給更多人 那公司希望說把健康能夠送給更多人 但是呢一家公司企業的經營利益是相當重要的 那公司的理想是要針對台灣各縣市都能夠捐出 那公司的理想是要針對台灣各縣市都能夠捐出 捐贈一輛救護車 那以為更多人的生命 如果能夠因此呢 多拯救一個人的生命 這是很棒的事 這是相當美好的事情 喪流通集團連續第七年捐贈救護車給全台消防局 從104年高雄 105年台中 到今年花蓮 這次捐贈價值338萬元的救護車 車上高階集救器材搭配華臨高級救護員的長才 董事長們表示 台日環境擁有相似的環境背景 磨練各自在救護救難的專業 期盼災害發生能越來越少 但透過救護車的捐贈 提升救護能量 隨時給予家園安定的力量 記者長幫眼華臨師報導 所以我看著ぜ 親到他不懂得 叫他不懂得 他不懂得 對 你 感谢观看